你 被这位先生怎么打人呢 失败 对了 他来导致失败 要有自己的梦想 别想干净就是他们成功的 对 安迪 你怎么进来的呀 那个 我看门没有关 你一个人啊 嗯 不是说你爸爸来了 我 我爸已经走了回家了 哎 那什么 这些书还有那个盘 全是我爸给我买的 都是我鼓励我学学上进的 你看 这本书做最好的自己 我没看之前 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看完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干劲特为大 不是前段时间 刚接穿了一个贾博士吗 这个书 这书逻辑是不通的 比如说你像这个故事 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 为了追债 跑遍了整个中国 然后债务人外逃 他跟了追到国外去 一次家都没有回 然后意外地在国外发现商机 转身一变成为一带侨领 首先啊 如果一个从未出过门的 一个农民 他要是出国 他是不是应该回家 办护照办签证 其次 外国人也没那么傻 遍地是黄金的故事 不要详细 你别不信 我上网查了 真的有这个人 不信我再查给你看 我知道会有这种人 但是这种故事 三分真七分假 他才能够骗你这样的人 小秋 我倒觉得 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人一定要有钱 有地位 才叫成功吗 非得要这样的成功 人生才够完美吗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你有房有车 功成名就 当然可以责问成功 但是我不行 我现在就需要成功 可是逻辑不同 又煽动人心的数 不是好数 你真的不应该看 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 才能成功的话 按照人类大范畴来说 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 你只能靠这些书 来自己欺骗自己 说我会成功吗 安丁 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 我知道 你比我聪明 你流过学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有分辨能力 我知道我自己 能看什么书 我求你别管我 也别替我操心了行吗 对不起 我干 你收什么嘴 我 我没说完呢 安丁 你倒门了啊 你别跟我抱歉 我还没说完呢 那是我爸 我买的 安丁 我知道你能看得见我 你出来 我还没说完呢 你不能这么不算住人啊 安丁 你出来是吧 好 好 找着 开手机 手机 我给你发小信了 安丁 安丁 我很不喜欢你剩其离人的态度 魏毛你一定让我介绍你否定的东西 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东西 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 让我从失恋事业的双重打击中 而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你凭什么认为你错的一个动机 看不到我回一个呗 这些人的情感 需要外界的世界来变得走 你太没看到了 而非外界所谓的逻辑 所谓的理智来调 适合你来进行审舍 你直凭双 如果理智和逻辑就是你宁愿选择不理智 不逻辑 这并不影响我的态度 你的态度让我很反感 如果理智和逻辑就是你 我宁愿选择不理智 不逻辑 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物语傻乖论暂成 不理我 行 行 你逼我的 不就留个学吗 不就是海归吗 什么了不起 那你也不能看不起人吧 反正我在门口坐着等会 我就不信不出来 出来 反正我在门口坐着 我不信你不出来 白浅 别别别 会导会导会导 你 怎么了 累 你买这么多大蒜干什么呀 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 那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呀 僵什么尸啊 任师傅同事送的 说今年送礼就送算你狠 你坐外面干什么呀 你一说这个 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了 我爸不是来了吗 给我买了好多本书 讲的都是成功人士的经验 他让我好好学习 好在上海立足 我那正学着呢 我正好干劲的时候 安迪进来了 安迪进来以后 就给他介绍这些书 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介绍给你 可是他说什么 他说这些都是坏书 都是没逻辑 把我讽刺一动以后 他就跑了 好了 我就追啊 就要进屋了 安迪说得对 知道吗 你那些书 可能真的是不符合逻辑 你去让我宝贝 安迪也是为了你好 希望我们看好书 所以你没多想啊 我 我没多想呢 反正我没多想 可是他一直说 我那书没逻辑没逻辑 他都不想想 那书是我爸给我买的 我爸当然知道 现在我适合看什么书了 而且我现在属于低潮期 我就应该看这种书 我觉得就挺好的 他怎么能说没逻辑呢 我知道 他就是行 我跟我爸没能力呗 他直接说就行了 他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呀 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我又失恋 我又失业的 所以他看不起我 小秋衍 帮我解个忙吧 行 帮你解睡半个小时 我帮你 我帮你 反正半个小时以后 我再说你 做个有出息的女孩 女孩应该懂得道理 他 派提声说 知识今次于迈德 他可以是人真正的 实实在在的 胜过他 盈盈 就你一个人 叔叔呢 我爸回家了 凡姐刚回来 说特别困 衣服都没化 你睡觉 凡姐 你卸妆了吗 你就睡觉 我真没卸妆啊 我真的 我没卸妆呢 乖乖 谢谢你 你是我皮肤的救命恩人 小秋衍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呀 你说说说 我都快睡着了 没关系 就是安妮她看不起我 以后我离她远点就是 安妮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连我这样的职场 菜鸟都没看不起呢 我爸说过 这人的秉性是一贯的 她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盈盈 你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要不我明天问问她 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 管管 你不能每天 搭安迪的顺风车 你就这样骗着她吧 盈盈 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能理解 但你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吧 我怎么冤枉她了 你跟我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 刚才你都没看见 安妮冲我指手画脚的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书 她非说我爸爸给我买的书 什么都是坏书不好的书 冠冠 我知道 我没安妮聪明 我也没有她有钱 所以你们都相认她是吗 盈盈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不相信安妮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愿意你这么说我 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朋友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 都是姐妹 小丘妍 姐姐喜欢你 但是我对安妮的人品 也是很有信心的 咱们之间都没有什么 利益冲突 对不对 女孩子在一起 发生口角是在所难免的 退一步海国天空好不好 可是安妮她伤我自尊了 对 没错 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 这是她的不对 我一定会批评她的 但不是现在 太晚了 明天好吗 凡姐 可是她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大蒜头什么僵尸 是什么东西啊 植物大栈僵尸 都已经是初二了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好玩吗 好玩的玩第五关了 真的啊 那你愿意接我吗 我带你去看 你可以拿那个窝窝 坐在那个僵尸 真的啊 我玩第五关了 这里还好过不定 本人也不接我电话呢 嗯 关闺 关闺 邱盈盈 你有哪儿出去行不行啊 她胳膊指都往外拐了 她一心下转安迪 你要找她干什么呀 等一下 自己搭着挺好的 没人理我 自己搭着呗 你都一定要 Weil 别怪我 自己搭着 你毕竟领 述你 没人理我 有一点 还行 一 二 他说要跟你一起结伴回家呀 是啊 我这周本来就想回家的 而且他有车 所以这样子 不就更方便了吗 傻瓜 那个林师兄 肯定是对你有意思 怎么可能呢 我们根本就不太熟 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凡姐 你看我穿这身怎么样 挺好啊 不过呢 得把这上面这几颗扣子给解开 为什么呀 因为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A杯呀 就你这样的罩杯 如果不露一点 男人怎么可能喜欢啊 凡姐 你好讨厌呀 小秋莹 今天光光回家 我晚上有应酬 你一定要自己吃饭哦 真是奇怪了 工作越忙碌的人 就越有约会 工作越不忙的人 一个约会都没有 我不是去约会 我是回家 无耻献阴情 非天即到 什么失声失眉的 目的性 主要一个 知道是什么吗 男女之间的目的性 失修失眉 也都是骗你的 三 四 我刚才说的目的性一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想知道吗 找工作不易 连找个说话的人也不易了 我就 招聘 对 招聘网站 招聘网站 招聘 快 唉呀 唉 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红荡荡 你干什么 终于你一只最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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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子快点不上啊 愿意能不能收点看 能不能收点看 这么乱不乱走 让他人滑 愿意能没有 也好 听见了没有 真是不像话 现在这些年轻人 一点功德都不讲 一天到晚也不上班 在家里这个蹦蹦跳跳 别人收得了吗 瞎蹦的什么呀 好了好了 这儿了 蹦蹦跳跳什么呀 今天要是不拦着我 我会 爸 好 好 我 我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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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姐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好 我能坐下跟你说吗 凡姐 我觉得我自从白州管那事以后 我就干什么都不顺 以前还有你跟官官安慰我 不是我现在觉得 连你们两个都不想理我了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真话 好 那我开始了 不许哭 一个人不理你呢 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理你 就要从自身找问题了 白州管的事情 官官提醒过你 我呢 为了替你出头 破天荒地进了趟橘子 这还不够吗 你竟然还怪我跟官官 没有告诉你小曲的事情 不接官官电话 还说要搬出去住 还有安迪 你看那些励志的书 安迪好心提醒你 是怕你伤当受骗 你非但不领情 还跟人大吵一架 说什么绝交 你幼不幼稚啊 颖阳 不要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心情再不好 也要学会克制 不要轻易伤害那些 关心你的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如果大家不是真的关心你 谁管你死活呀 是不是 是 你失恋了 失业了 大家同情你 心疼你 但这并不是你伤害大家的理由 谁都不容易啊 谁也没有义务 去跟你一起伤心 你比如说我 好 你以为我没有伤心的事情 没有心情烦的时候吗 我对你发过脾气吗 凡姐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凡姐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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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神运好 现在特别冷 谢谢凡姐 小心烫啊 嗯 别吃得哪哪都是 嗯 别吃得哪哪都是 嗯 嗯 冠冠 你不是回家吗 你又回来了 我公司加班 刚刚才完事 估计只能等到下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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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冠冠 冠冠 真正对不起 要不是凡姐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 有这么混账 不是 不是 是我不好 我不该这么多天不理你 盈盈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咱们原来每天都在一起了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这么孤单过 我也是 我 我 我有好多话也想跟你说 我以为 我以为你嫌弃我 你不想理我了呢 怎么可能呢 你是我大学毕业以来 第一个好朋友 我的手机是你帮我修的 头发是你陪我剪的 身上的衣服 都是你陪我一起买的 我不理谁 都不会不理你的 我就是怕 你说话咱俩就又该吵架 是 是 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其实 其实这段时间 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还好今天 梵姐全跟我说了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我错在那儿了 对不起 冠冠 你们真好 我失恋又失业 我把火都塞在你身上 可是你也没有怪我 那 那我们两个 现在是不是和好了 嗯 和好了 她好了 她好了 我跟我说话 把梵姐都亮的 我看电视呢 谢谢梵姐 要不是梵姐在我 就是一只眉头的苍蝇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梵姐 冠冠 我来上海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能够遇到 你们两个人 我发誓 从今以后 我要好好生活 努力找工作 冠冠 你一定能通过 实习期的 嗯 还有梵姐 你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 白马王子 你要过得比谁都幸福 来 二二零二 加油 三个非亲非故 性格各异 年龄参差的女孩子 在这一刻 像姐妹一般手握着手 相互拥抱而笑 之前所有的误解与委屈 都荡然无存了 她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在诺大的上海相遇 在欢乐颂的二二零二相遇 开心有人分享 悲伤有人分担 累了有人依靠 倒了有人扶持 她们 是比姐妹更亲的朋友 安妮对不起 为什么 我因为立志书的事跟你生气 我以为是你看不起我 虽然我现在也没觉得 那些书有什么不好 但是梵姐说我错了 既然她说我错了 那我肯定是错了 我跟你道歉 我希望请你 请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我特别是在你这 功夫里面的爆肚棚 吓死我 你这个脚儿耗了 你别弄别弄弄乱了呢 这个包是王帅哥送你的吧 嗯 这可是碧薇的包 一个包一两万呢 看来王帅哥是真的喜欢你啊 樊姐 樊姐 我觉得王帅哥 他是真心喜欢你 为什么呢 听我跟你分析啊 第一他追你追得很殷勤 他可以买这么贵的包 你俩呢 他是青梅竹马 俊男美女 在上海重逢了 构起了无限美好回忆 你这简直是 韩剧里面的男女主角啊 韩剧 韩剧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就骗你们这些小姑娘 我这个同学吧 也就是因为好久不见了 被我构起了那些旧情愫 也不是真心的估计 不然啊 像她那种条件 肯定有好多姑娘 我身上冲 哪还可能追鬼啊 樊姐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反正在我心里 我觉得樊姐是最好的 你不是要去人才招聘会吗 目标选得怎么样 给你看这个 你这怎么都是销售岗位啊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我之前不是在市场部 做文员吗 我可以写在简历里啊 就是我在市场部 待了两年半 你在市场部 做两年半是没做 可是人家要的 不是你的销售经验 是你的销售人脉 谁都想剪现成的 除非你去的那个公司啊 跟你以前的公司 差不多都是卖同样产品的 否则你这两年半 没用的 知道吗 你看你选的这些 这些产品五花八门的 你对这些有一定了解吗 一般去应聘销售 都会问及这些问题 你想要怎么回答了吗 可是如果公司照我以后 不是得进行那个 值钱培训吗 我觉得那个都没事了 樊姐 你主要是帮我看看 你觉得哪个公司 比较有前途啊 我想进小棍那种公司 工资水准高 环境好 工作稳定 我觉得去了那种公司 最起码水涨船高嘛 没说我的工资 还能再高一点呢 是吧 想得真美 想进那种公司啊 要么就是有后台 要么就是有硬本事 你有吗 人家观观那英语水平 可以直接看原版的 生活到爆炸 安迪呢 有超强的记忆力 你跟我都没有 所以像我们这种平常人啊 就得死尽塌地 踏实做事做积累 嗯 我帮你看看哪个工作 更适合你了 嗯 还有啊 你之前那个吃青春饭的 文员工作呀 无作也罢 没前途 嗯 行 我听樊姐的 不过樊姐 你今天整了这么多个小卷卷 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不是要去跟王分哥约会呀 打扮得漂亮 就一定要约会嘛 女人不一定为悦己者容 也要为自己容 我觉得樊姐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呀 不能光靠着男的 男的不靠谱 还得靠我们自己 你别告诉我 你要穿这身去招品会 嗯 不行啊 还是我帮你搭配吧 嗯 我告诉你啊 跟人交流的时候 千万要记着微笑 不可以哈哈大笑 知道吗 好啊 好看吗 好这件 哎呀 你说唯品会上 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你怎么竞选点 不合适自己的 这 这不适合我呀 你说你跟我 住了那么长时间 怎么品位 一点都没提高啊 我就给你挑衣服去 你干什么呢 我先反正走路啊 反正走路最舒服 我就这么走路的 你还是别学我了 学关关吧 好吧 想不到我工作这么多年 连走路还得学关关 你可别小看关关啊 像她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呀 为人做事都是有章法的 不像咱们什么事 都得自己一点点学 行了 赶紧去吧啊 加油 凡姐 我突然我就害怕了 你说为什么我干什么 什么都不行啊 如果这次我去 还不成功怎么办 我连走路都得学关关 你怎么突然 这么不自信了呢啊 一定要自信 特别是在今天 这样重要的时候 知道吗 把今天的优点 拿出来给他们看 可是我们又有点 怎么自信 我要资质没资质 要长相没长相 要工作没工作 要男朋友没男朋友 连钱还得伸手 像爸妈要 你说像我这么平凡 世界上多我一个 少我一个 有什么区别呀 我突然觉得 这次招聘会上 别人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什么问题 什么 姐在哪儿 姐在哪儿 哇塞 段北山啊 段北山啊 段北山 又想惹事还准备 你看你看 这就是你的优势 大胆直爽行动力强 把这个展示给他们看 凡姐 你说的真的假了 当然是真的了 凡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赶紧去吧 祝你好运 凡姐好笑啊 小秋 看在你调戏凡姐的份上 我给你保个底 今天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啊 我公司销售的位置 给你留着 不过你可得穿得漂亮点哦 呸 你赶行做老保了 让你打扮得漂亮点 有什么错呀 你要是长得难看啊 人家门都不让你进 那行了 小学 那行了 小学 小学 走 走 走 赶紧走 赶紧走啊 赶紧走啊 你看 天天到了 真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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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不行不行 输你 一定要输你 秋颜颜颜 你可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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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问题的 你大胆 行动力强 一定没问题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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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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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打啦 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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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这个 可能你跟我们公司的 这个学历上的要求 还是有些差距 下一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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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邱盈盈 然后这是我的资料 以前是市场户的 那都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是销售 我是接待客户和维护客户的 销售业绩怎么样 都有哪些手头上的客户 现在还有接触吗 其中五百强的有多少呢 都没有啊 那有没有什么大的项目 是你独立负责的 或者是以你为主的 都可以 这样吧 你再看看吧 来 下一位 你好 我叫邱盈盈 这是我的简历 请稍等一下 对不起 我们公司暂时不需要你这样的 要不您再看看 下一位 不好意思啊 您再看一眼了 不好意思 我们暂时不需要 您这本科毕业的 对 我们公司招聘的岗位 最低要硕士 但 但是我会努力学的 如果能再给我个机会的话 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不您给我个机会 让我试 好 下一位 干我了 干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的简历 我们才硕士起 本科勿扰了 现在劳动力短缺 大学生一点都不缺 尤其是我们这种本科生 遍地都是 走吧 再看看吧 你好 欢迎品尝 专业 肥丽科师吧 是的 表达能力要强 谢谢啊 这样 你把那些资料等了一下 好的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这儿招什么职位啊 来来来 走走走 平常喜欢喝咖啡吗 都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咖啡啊 刚才我们提供那个咖啡 喝完以后有什么想法 我 我平时对对 对咖啡不是很了解 但我都喜欢咖啡那香味 我想问一下 您这儿应聘什么职位啊 这是我的个人简介 对 我叫邱颖颖 我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能够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只想招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对不起啊 可是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专业人才 都是后天培养的嘛 是不是啊 而且我觉得咖啡又不是什么数学难题 不难学的 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学 我希望我可以贴近 因为我有吃苦耐劳的能力 如果您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我就 这个咖啡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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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停什么呀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对不起 打扰一下 这位白先生 因为作账有猫腻 被之前公司开除了 这种人千万不能要 尤其是财务部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把他之前公司的电话给您 请您随便调查 请您随便 请您随便 喂 这位先生怎么打人呢 不是啊 怎么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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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多管闲事被打了吧 我怎么都管闲事了 我怎么都管闲事了 他做账有吗 你不说一会怎么了 你们才多管闲事呢 你们都不让事情发生 是怎么回事的 当然瞎说 我做错什么了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坐 大侠 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用 我 我就借着椅子坐会儿 我腿有点软 来 来来来来 喝点水 你可够厉害的呀 大侠 我 我最近 这么倒霉啊 我来一个病 还能被挨打 我怎么这么衰呢 敢公然 跟一个男人对抗 你确实有点实力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人家手脚不干净 你可够猛的呀 我知道 我不应该那样做 谁都知道 可是我当时就忍不住 我们公司设有实体店 是一家经营中高档名牌咖啡机 和咖啡原料的 现在呢 我们要招聘一名收音员 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 帮着打理一下展示厅 同时呢 演练一下咖啡机 介绍一下这个咖啡的 这个建设 当然了 推销产品是最重要的 我看了你的简历 知道你懂一些财务常识 有没有意向 应聘这个职位啊 你 你要招我啊 对啊 我们对这个职位啊 首先要求的就是 人品过硬 肯吃苦 同时能处理一些 临时的突发状态 我看你啊 赖子勾大 饥饿如仇 而且行动能力也很强 你啊 有没有意愿加入我们公司啊 你 你能够做什么 你能做主吗 工资 福利是多少啊 我能不能做主 我当然能做主了 这是我的名片 你是总经理呀 看来樊姐说得对 小胜苦人平落智啊 同意吗 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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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业